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塔利斯卡 站出来成为了英雄 我们要说 塔利斯卡就是恒大的新大腿 只不过本场比赛他的表现并不算很出色 在90分钟之前 塔利斯卡甚至拿国安21岁的小门将郭全博没有任何办法 比如说35分钟 保利尼奥后场直在策动反击 塔利斯卡插上的球面对出击的郭全博单刀打门 球打偏了 这一次进攻与防守 郭全博成功封挡了塔利斯卡 这一次防守 证明了郭全博不是浪德虚名 塔利斯卡或许没有想到 中超还有这样21岁的神奇门将的存在 本赛季 郭全博多次证明了自己虽然年轻 但依然是国内最抢眼的年轻球员 然而 塔利斯卡就是塔利斯卡 巨星就是巨星 伤停补时阶段 就是他的舞台 高拉特的妙传恰到好处 塔利斯卡再次获得了绝佳的单刀机会 这一次 塔利斯卡没有再错过 再次面对郭全博 塔利斯卡的射门妙道边好 21岁的小门将没有办法阻挡这样 一位世界级巨星的绝杀 最终恒大 1比0击败国安 拿到极为关键的三分 不夸张地说 本赛季 这力进球或许 将决定冠军的归属 目前恒大只是租借塔利斯卡 从这位巴西妖人的表现来看 恒大或许要全力买下他了 事实证明 没有强力外援的恒大 不是中超争贯热门 由塔利斯卡这样的外援 恒大甚至在中超是无解的存在 Zither Harp Viel propigs部门Leishi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